你害怕嗎? 沒有 你害怕嗎? 沒有! 沒有我沒有!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喜歡動物的人 都一定會愛上的《寵物當家2》 The Secret Life of Pets 2 如果你還沒看過電影的話 我們可以先告訴你結論 這次的續集承接了上一集的各種成功要素 像是可愛又多元的動物 寵物們在主人不在時候的行為 以及嚴簡一聲的故事 續集除了大部分觀眾喜愛的寵物們都回歸了之外 還增加了許多新的角色 而雖然故事的主角是汪星人 但這次喵星人的戲份大大增加了 所以貓狗之間的互動也成為了這次劇情的主軸之一 這個系列的英文片名叫做The Secret Life of Pets 也就是寵物們的秘密生活 跟前作一樣,故事的視角都是從寵物身上出發 敘述他們平常主人出門後獨自在家的生活 因此我們會看到很多他們可愛又獨特 甚至是少為人知的行為 我們自己也有領養一隻叫做Lesson的狗 所以當片中出現狗狗們的一些行為時 都會忍不住會心一笑 而在劇主人員精心地擬人化之後 我們也得以一窺這些行為背後的原因 所以不管你是貓派還是狗派 相信都會再次愛上這個由寵物們打造出來的歡樂世界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打開字幕 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線時的通知了喔 如果想要打開字幕的話 可以透過右上角或是右下角的設定喔 寵物當家是知名的動畫工作室Illumination的作品 他們的旗下還有《神頭奶爸》系列 《小小兵》《歡樂好聲音》等叫好又叫做的電影 第一集在2016年上映時 更是創下了將近9億美元的料年票房 今天的節目我們會先帶你快速回顧一下第一集的前清提要 接著我們會介紹主要的幾隻寵物跟特性 最後會用Q&A的方式來回答你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對於動物的各種行為可能會出現的一些疑問 像是狗狗為什麼會搔癢 貓咪為什麼會吐毛球的原因等等 Max是一隻寵物狗 跟主人Catie住在紐約曼哈頓的一間公寓裡面 當Catie去上班的時候 她會跟其他住在附近的寵物鄰居們一起聚會 哈拉、玩耍 正當Max以為自己的人生非常完美的時候 某天Catie卻突然帶回來了一隻名叫做Duke的大型犬 覺得自己的世界被侵犯了的Max 開始儲心積慮地想要趕走Duke 但卻導致了兩隻狗在一次群體散步的時候走失 還被當成了流浪狗給抓走 為了要找回Max和Duke 鄰居寵物們組成了搜救部隊展開了一場冒險 另一方面Max和Duke遇見了一群 由一隻名叫做Snowball的小排兔帶領的流浪動物 這些躲在下水道的動物們 都曾經遭受人類的虐待或是拋棄 因此非常痛恨人類以及被飼養著的寵物們 所以Max和Duke又得要逃離他們的追殺 Max在逃難的過程中得知了Duke的過去 在發現了Duke的主人過世 以及一起經歷過許多次的危難之後 他和Duke近視淺顯 後來當一切塵埃落定 兩人安全地回到了Cady家中 Max終於敞開心胸接納了Duke 從此像兩兄弟一樣一起跟Cady生活著 Max和Duke的情誼也告訴了我們 長存的友情不需要一見鍾情 在續集裡除了我們原本就熟悉的都會寵物之外 這次的劇情還加入了農場以及馬戲團 所以多了不少不是寵物的可愛動物們 接下來我們會幫你整理一下電影裡主要出現的幾隻動物 讓你快速地認識牠們 Max是寵物當家的第一男主角 他在還是幼犬的時候被拋棄在路邊 被路過的Cady給收養至今 在忠心耿耿的Max眼裡主人就是一切 所以當Duke出現時才會感到不安 後來續集裡小主人出生時也才會很焦慮 導致要帶上羞羞圈 在真實的世界裡Max這類梗犬非常親人 對小孩也很友善 但是因為他們很聰明又精力無窮 所以需要主人多花點心思陪伴 否則很容易因為無聊而開始東挖西挖 Gidget在系列作品中有著相當於女主角的戲份 也對Max有愛慕之意 從他的家中布置看來應該家境不錯 他雖然愛打扮和保養 但卻非常勇敢 常常在群組裡都是那個帶頭挺身而出的領袖 他的聲音性感又帶點沙啞 可是高貴的氣質也讓他在第二集裡扮演貓咪起來 反而得心應手 博美犬雖然體型小但卻很敏感 對陌生人的警覺性很高 牠們漂亮的毛需要常常打理 除了定期清洗之外還要勤快地梳理才不會打結 雖然博美犬很適合養在室內 但跟所有的狗狗一樣 還是要常常帶牠們出門散步社交 才能保持愉快的心情 而我們第一隻領養的狗狗小米就是小型博美犬 不管是興奮還是緊張的時候 都很容易發抖跟手機震動一樣 我們都對牠特別小心呵護著 也盡量讓牠的心情保持平靜 外表超級可愛無害的小白兔Snowball 在第一集裡反差很大的竟然就是最大的反派 但是在感受到人類主人Molly的愛之後被感化 加入了Max的鄰居寵物威火 不過牠還是對於之前當老大的威風念念不忘 個子小歸小 牠還是扮成了雪球隊長到處行俠仗義 嗆辣的風格非常地搶戲 Chloe是一隻貪吃的貓咪 對於冰箱裡的美食無法抗拒 但也因為體重過重 讓牠無法跟其他貓咪一樣靈活 雖然牠跟鄰居寵物們感情很好 但牠卻常常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跟朋友的互動也有一搭沒一搭 可是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牠還是會挺身而出盡量提供協助 Rooster是第二集中新加入的角色 是Max的主人住在鄉間的叔叔所養的牧羊犬 牠負責禁止把農場裡的動物管理得十分有秩序 一開始牠有點瞧不起來自大城市的Max 覺得牠缺乏了狗應有的自信 不過在相處之後對Max改觀 後來還送了一條跟牠一樣的紅色領巾 Daisy也是續集裡的新角色 一開始出場是希望能夠找到傳說中的雪球隊長 幫忙拯救一隻受到虐待的貓咪 雖然Daisy看起來弱不驚風 但其實很有個性也很聰明 跟老師很衝動的Snowball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卻也意外地合作無間 如同前面提到的 這次續集裡我們再次看到很多寵物們獨特的行為 在覺得好笑跟可愛的同時 卻也解答了很多我們原本對牠的疑問 或是破除了一些迷思 接下來我們整理了幾個 你可能在看電影的時候也會有的疑問 希望能讓你更加享受這些作品 在電影裡當小主人出生之後 Max因為太過擔心他的安危 而開始出現了抓癢的舉動 隨著頻率越來越高 主人Catie只好帶牠去看獸醫 其實狗狗會抓癢有很多的原因 除了基本的就是會癢之外 過敏、跳蚤、發炎甚至是無聊 都可能讓牠不斷地抓 不過Max的情況比較像是因為出自焦慮 就跟有些人類在焦慮時會咬指甲 當狗狗請出時會咬指甲 如果牠不緊張的時候 就容易出現這種近似強迫性的抓癢 在找出原因跟解決之前 為了不讓抓癢惡化並導致皮膚問題 醫生通常會讓牠們帶上這種罩子 讓牠們不至於抓傷自己 而像我們家的Lesson就是因為長期過敏 再加上容易焦慮 所以也很愛抓下巴或吃手手 我們只好在沒有人照顧的時候 給牠帶上修修圈 在續集裡的一個高潮 就是當Gidget為了要拿回Max的愛球 決定假扮成貓咪潛入一間充滿了貓的房子裡 而當任務快要失敗的時候 倉鼠拿出了雷射筆 瞬間就讓貓咪們前譜後繼地去追逐 對於貓咪來說 快速又不規則移動的光點就像一隻活著的小動物 而牠們因為天性使然 會不由自主地想要抓住牠 不過因為牠們抓不到光 所以就只好更努力地去追逐 後來在倉鼠的配合之下 Gidget上演了一場光點捕捉秀 讓貓群們佩服的五體投地 也把Gidget當成了女王一樣服從 在電影裡Rooster曾經帶著Max在夜晚對著月亮長笑 並且告訴他這是一件非常讓人心曠神醫的事 狗的祖先是狼 所以繼承了牠們仰天長笑的習性 但有研究指出長笑跟月亮其實沒有關聯 只是一個浪漫的巧合罷了 首先,長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溝通 而為了要讓聲音傳得更遠 狼或狗的頭會抬起後仰 如果角度對了 在夜晚看起來就像是對著月亮一樣 接著因為狼是夜行性動物 因此在晚上聽到牠們長笑的機率本來就比較大 加上夜深人靜 就更容易聽到牠們的叫聲了 鮑薄荷是一種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當沉澱的貓咪吸食到貓薄荷的時候 牠們會非常的快樂又放鬆 接著就會做出在地上翻滾或身體癱軟的行為 有的貓咪甚至還會大量分泌唾液或不平地說話 牠們這樣的行為就像是人類吸食到大麻的反應 所以貓薄荷也被稱為貓大麻 而貓咪吐毛球是因為牠們會清潔自己的身體 當牠們利用舌頭上秘密麻麻的倒刺 去梳理自己身體的同時 也會把毛髮一鏡舔進肚子裡 長久下來就會在肚子裡結成毛球 而這些毛球是很難透過消化排出體外的 所以貓咪就會自行把毛球給吐出來 主人們也可以使用畫毛膏來幫助貓咪們排出身體裡的毛球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跟我們一樣 再次被這些可愛的寵物們給征服了呢? 這次的續作跟前作一樣 是透過了寫實的描寫跟生動的動畫 讓我們更了解了寵物們的心態 作為主人的我們 更是主導著牠們的日常情緒和一生的幸福 不管你是已經有了寵物還是正在規劃中 也都請記得要花時間陪伴牠們 關心牠們的行為 還有要對牠們不離不棄 也請記得用領養代替購買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上線 不想錯過的話就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要按下小鈴鐺喔